还是农长风的区野牌 手拿了一把半改的P90 打的是S198武器子弹 这把枪的划在暗区里边比较冷门 主要是因为价格高 腰射打起来也不是特别的舒服 稍微圆点的距离都打不了 也就大大进点了 射速够快的 稍不小心子弹就没了 这一组咱们也是带了三组子弹 差点就不够用了 可以就服务在了谷物 准备直接过来 见一首谷物二号点位的人 等了两三分钟 也是没有发现 玩家过来 那么马修的一号点 和旅馆的一号点 都有可能刷人了 咱们就直接走了 有难团这边 咱就得小心点了 刚到外围又听到 里边有好多的声闻 不确定是不是难团 准备先拿手雷清一下点 不确定里边有没有刷难团 准备过来先试验一下 扔个手雷试试 试试 试试难团 这就是确定里边刷难团了 然后准备过这边 直播信息 老六房那边好像有玩家 楼上面还开门了 阿甲克斯 没想到阿甲克斯一出来了 直接秒掉了 老六房那边好像有人 差一点就给我溜了 幸亏我反应快 直接给他秒掉了 这就是看到那边还有一个声闻 好像还有一个玩家 好像还有一个 又进来一个 看到了 这小子连梦带跳到进来的 刚刚过来 一会儿我让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他还挺兴奋 进来了 本来想在这个位置 打他一个 措手不及 没成想 我哥这边蹲了一两分钟 这小子也是不漏 我选择主动出击 先把针包弹拿出来 准备先把他的耳朵震笼 当时我就以为里边是一个玩家呢 然后一为一的话 咱们这边不怂 直接过去忙他 开门的左手边 穿了一波没有穿到 窗户打 直接拿下 这时候看到里边还有个声闻 里边还有一个 秋黑里边看不到 这时候这小子把这门给关了 我才知道里边有个人 直接喂他个包子吃 这个雷不知道炸没炸死他 咱们这边也是没有子弹了 赶紧换一下弹夹 然后再补两个手雷 他没有死 听到他跳呢 再补一颗 这个雷没扔好 差点给自己崩了 再补一颗 然后回来赶紧打下状态 打好状态之后 咱们直接扎二针 然后准备动手 放着 放着 哇 死热了 什么死热了呢 有没有甲换个甲 M4 咱们的无甲也是快报废了 然后准备逃换一个甲 也是没有找到合适的 夸老装备都这么好 就是听到里边的玩家跟男团干起来了 好像是一把消音的MPX 咱们准备过来凑凑热闹 201那边 这帮小子好像跟男团打了个两败俱伤 那小子估计也大残了 但是里边生了很多 我不太敢 贸然的进去 好多人 这小子还挺凶 点我两枪 不知道跟哪打的 打我 本来甲又没耐久了 又让小子打掉一点 然后过来打一下状态 刚好状态之后 我这边发现没有多余的手雷了 然后回来摸几个 就捡了两颗 但是也差不多够用了 然后咱们那边准备直接动手 刚才那帮小子的位置 大概是在一楼 然后咱们准备直接冲二楼 过来之后发现有个声纹 扔个真摸弹 确定是玩家 好像在一楼了 然后咱们这边准备直接过来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老六 听到他在打药 然后咱们这边直接开主个房 准备勾引他一波 看他上不上来 刚打开保险 这小子就疯狂跑 我还把他上来直接抓 我准备过来架一手 这帮小子应该是知道我开保险了 这边听到有人扔雷 这个雷没扔进 正好卡窗户口了 好像给我炸死 201这边还有一个 点几枪没有点死好像 这边有动作了 准备过来冲我了 赶紧过来架一手 一边提前枪没有打到 扔个手雷 往后边拉 然后赶紧补下自己状态 那个小子也去一楼了 在我的脚下 两个人 他这个雷很准 不着急 咱们慢慢打 听到正正抱着 赶紧躲一手 他好像要攻我 直接过来往窗口扔个手雷 两个人都上来了 这个雷不知道扎没扎到 过来打一手 提前枪 直接打掉一个 后边还有一个 好像还在那边 过来带扑个手雷 直接给这帮小子炸懵了 不知道往哪里躲了 这个雷好像是没有炸到他 他的位置应该是在厕所的尽头 要不然绝对可以炸到他的 然后咱们直接拉到厕所这边来 接枪没有打到 听到他在打药 直接过来忙他 小弟的 直接拿下 谁不知道怎么说 剩下的就是舔拨时间了 等了半天也是发现 这边有名字 这边是否有相估计在 解放得到 这边也在误会 这边也是 这边是否有相估计在 这边是否有相估计在 这边也会表现 这边是否有相估计的 这边是否有相估计在 试曲 李宗盛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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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